突破不灵往上走 不破关键我不走 大家好我是富裕老师 不灵短波段 是我认为最适合 投资朋友们的操作方式 要如何实战应用 请收看我每天的节目 在此之前 欢迎各位先加入我的 LINE家族 小小鼠REACH588 有更多的资讯与你分享 你将成为股市的赢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师 今天台股再度创下历史新纲 突破23000点 我们来看到盘中最高 涨500点 23275 哇塞 有没有看到从我之前跟你讲 富裕去年5673个月的大行情 那你有没有见识到 果然嘛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来4月底开始一路跟你讲 我说富裕去年567 到今天23275点 涨了这么多 各位短短这个时间 从那时候不到20000 各位419还记得吗 盘中大跌千链 那天还跌破20000点 到今天竹竹已经涨超过3000点 可是这波行情很多人没掌握到 对不对 而且我这样说 今天很多人还是会跟你讲 会跟你讲什么 垃圾盘 我们来看下跌的加速 1100加 远大于上涨的加速 576加 那你看 很多人会说你看下跌这么多 其实今天盘不好 对啊 我知道啊 其实这一路以来 常常因为最近的指数 很多是台积电拉台的 但是富裕老师跟你讲的 你看一下我们测标 像鸿海 广搭是不是大获全胜 那还有一个伪创接下来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不过我们还是一步一步 先从大盘来看 今天大盘大涨 那你会发现 富裕老师之前跟你讲 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 涨停板播报员 昨天涨停板的股票 每个人都会跟你讲 讲说为什么涨停板 跌下来就不敢讲了 像今天其实 对大盘你看到涨500点 这么棒 但是你看上柜指数是下跌的 其实很多中小型股 今天是跌的 那我不是说中小型股不好 我要提醒各位 中小型股接下来会接棒 但是有些 对我说方法你还是用对 如果你用错方法 对可能你等不到接棒 为什么我现在这样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昨天很多人涨停 就跟你讲什么 环达 天鹅科技 哇好惨 罗森 有没有 昨天一堆的老师 涨停板在跟你恭贺 跟你开心 到今天你们发现 全部一档都不敢再提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播报员 他叠下来的时候就不敢讲 所以我欢迎各位 你可以去看 对 就是每个老师 如果你有兴趣要加入 某个老师的会员 你可以先去看他 一两个月前的节目 到底讲什么 对 你看一看 每天每天这样看 看他的逻辑 对 他跟你讲的事情 有没有一一的实现 如果没有 每天跟你讲涨停板 有什么用 各位这些 刚刚那些股票 对吧 当然你看今天大涨500点 如果你跟着老师 你的老师去追这些股票 那怎么办 对不对 你看 包包像这种什么 金城科 大跌 大跌 好啦 我这样讲 中小型股不是不能做 但是你也要有主軸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有些小型股 虽然标得很凶 但是他成交值够吗 各位你敢放大钱去赚 去赚他的波段吗 如果你不敢 各位你怎么能赚到大钱 你可能一下子就被吓到了 你看一下 像这种 两张十张 两张两张两张 你 我会员如果有一百万 各位这五档就直接推过去 所以你在盘中看得很爽 但是跌下来的时候怎么办 各位跌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卖你也卖不出去 买你也买不到要的价位 卖你也不好卖 所以傅老师没胆 我这样讲 傅老师没胆 所以我做股票 你常常看到 鸿海广达伟创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对行情怎么规划的 而我对4月的行情很有信心 各位这4月1号 我在家族讲了 目前在台股2万点之上 最重要三档股票 鸿海 台积电 联发科 对很多人会讲 各位今天 各位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6月 4月1号的时候我就在讲 对说这三档股票 今天盘中大涨500多点 很多人会跟你讲什么 你手上你有鸿海吗 你有台积电吗 你有联发科吗 没有的话今天长官你什么事 各位在4月的时候我就这样讲 鸿海 台积电 联发科 我不是放马后报 不是今天访问你 我在两个月前就问你了 就跟你讲了 跟你讲答案 不是问 说你有没有 我说你就是要去做 那你们来一档一档来看 来 鸿海 最近最强啊 各位 最强今天再创下历史新高 台积电一样历史新高 刚刚鸿海是16年来新高 台积电是历史新高 来 联发科是历史新高 三档 所以这些股票我问一下 很多人都觉得说 所谓这种全职股 大型股 主流股 掌声速度没有小标股快 对 这我承认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在电视上 表演小标股给你看 但是副教师的主轴是什么 各位你那个钱你也能赚得到 那不是看表演就好了 他真的有带你去买吗 各位你看你的老师 真的有带你去买吗 这昨天长期的时候 每个人那么开心 今天第一天的时候 他要怎么交代呢 而且我这样讲啊 我这些股票大概也会有跌的时候 但跌下来 我发现有机会在做加码的时候 你敢不敢 你一定敢 但是很多标股 各位跌得快腰斩 你敢再去买吗 不敢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差别 好你看我这四月的时候 就跟你讲说这三档 我还用我的字 虽然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还直接用手写 我给你印象深刻 我说台股三本柱 对不对 AI 拉出去鸿海台积电联发科 这四月的时候 各位这四月 我也欢迎各位去收看我的节目 四月那时候我是不是这样讲 对不对 好 我说我复制去年五六七 对不对 在四月二十三号 大家那时候还没有两万点 因为跌破 跌破的时候大家那时候 一有风吹草动 什么以色列要射飞弹 大家都下来钥匙 那时候我就跟你讲主身段 没有结束 对不对 我认为会比出身段还高 我还请你自己去换算 后来各位你看 这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判断了 我说这叫主身段 所以我认为会比出身段 有没有我写得很清楚 各位你看这个底17463到15975 这样压回这一段 所以我早就判断说什么是主身段 如何的波浪做规划 好到了6月12号主身段 对正式涨得比出身段还高了 到今天 各位发现欲罢不能 那每个节奏点我都请你掌握住 包括近期我是不是有推一个活动 我说接下来 对五小子不是死报活报的 我们布林短波段讲求 接下来是有些股票卖掉 尤其涨了很多的 对不对 所以我近期说接下来我们要把什么 红海我们要把他卖掉 我也请各位你手上你有红海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为什么 因为你看傅小师的节目 或是你有加入这个家族 小老鼠绿曲588 我相信在这个当中 在很多人看了之后 都说好去买红海 对不对 而且这张字卡 我说什么红海105 买了会跳舞 过来红海大涨到了150 对不对 一买突破105 好 好长这么多之后 我跟你讲什么 红海150 对抱着就跳舞 刚才是买了 现在是抱着 红海150 抱着就跳舞 我在家族什么 一买突破105 接下来机会又来了 一定要跟我一起进场 各位 在底部的时候 没有人要跟你讲 也没有人会跟你说红海 很棒 对就飙升上来 到现在 每个老师都说他有 那也很好啦 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但是在人多进来的时候 尤其你看我们已经大涨将近一倍 在这边的时候我可不可以 对找个机会找个点 近期有一个会有一个利多的日子 那我觉得在那个日子之前 这左右 然后我们要准备掌握这个机会 对我这样讲 我们开始找卖点 服务老师常常说 你当你开始准备寻找卖点的时候 当然就是找利多出来的时候 对所以利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往往是一个最棒的卖日子 那我也希望各位跟上脚步 这两天很多的朋友 对我说这一次我出了 要带会员卖之外 那如果有跟上脚步的 你留下你的电话 我也会带你一同卖出 就只有红海 好红海你看连续狂飙 都会飙升 都会哇塞 大涨了将近89% 当时我在之前的节目 各位我在之前的节目 3月25号 各位红海那时候开始狂飙 一路飙飙飙之后 我在那边讲 来红海 接下来伟创 广搭会跟上吗 三档股票 我之前一直讲 对不对你看我4月的节目 我一直跟你讲 红海伟创广达我都很看 好红海你也看到涨那么多了 那今天各位 今天广达也是再度涨停版又创新高 这个你可以回去看 对可以回看我之前的影片 3月25号 这你要在哪里看呢 你可以在YouTube搜寻 对杨富玉分析师 那这边有我每天的节目 对我欢迎各位 你可以去验证 不管你是加入我家族 我也欢迎你来订阅我的这个频道 杨富玉分析师这个频道 麻烦订阅起来 你可以每天看 也看我怎么样做 用布林短波段 做实战的操作 好 红海我跟你讲说 来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你看今天广达呢 来 今天广达突破 各位今天广达是开始突破再出去 但是我这样讲 广达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曾经获利了结过 卖出 然后下来各位 下来这边我们又再接 这之前我在电视上有讲过 看 4月9号的时候 广达我们先卖出一趟获利 好 卖出获利 短波段做操作 后来4月22号的时候 广达我们再接回来 好 到今天 今天是再度创下新高 那我常常讲 从上元到下元 各位你要记得一个技巧 这我特别教各位 第一个是多头行情的时候 各位现在是不是多头行情 但是主身段都还没结束 主身段多头行情 主流股有题材的好的主流股 广达是不是 当然是 然后从布林的一个上元 直切到下元的时候 往往会至少至少在短期就开始做反弹V转 然后你可以沿路看着它是不是 开始做反转的一个契机 对不对 从上元到下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天是4月22号 4月22号还记得 以色列射飞弹伊朗 那时候大家都一直在吵 说要打核子战争了 台股在4月19号的时候大跌千点 所以我说那个就只是一个留言 根据我对国际局势的分析 我认为并不会 其实坦白讲 我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比很多 电视上政治名嘴强很多 以后我可能 如果我有兴趣 我在开节目来讲 来 但是我们来看广达4月20号 就是你刚才看到这个黑K棒 杀到这边 各位你可不可以去做买金的动作 你懂不懂得买呢 是不是主流股三大AI产品线到位 广达太赞了 外资全面大升目标价 各位全部在300块之上 今天正式也看到 已经都在往上突破了 然后台各个 台湾新加坡政府基金猛加码 林百里说广达在AI的三角 我们听听老板的话 在三角还没看到三顶 他讲的是什么 以前股市有一句名言 什么三顶上完有谁能赢 那认为现在在三角 各位现在他觉得还没有结束 当然我们也是分一波段一波段做 好今天广达你也看到 今天创新高 好创新高 又创新高了 好了那三档股票 对有一档 有一档 有一档 对你看红海创新高 广达创新高 对有一档是给福利老师有点露气 对不对 伪创呢各位伪创呢 伪创 哇看起来在这四月中 各位在这边 我们伪创布局在这边之后 哇往下破 好目前 对我们还是小亏 但是我就讲我们不是中压股票 对不对 我就讲乐观的人 对 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你会想说三档股票 红海夫老师赚了 对不对 大赚你看这狂飙已经快一倍了 光达从那低点拉上来 也已经三成多了 那伪创 对伪创 对福利老师 伪创表现比较不好 但是我就讲 你看如果你的资金 你三百万 你一百万是红海 一百万广达 一百万伪创 其实坦白讲 红海赚的资金 就已经可以抵掉了 就算你伪创全部亏掉 你还是赚 所以我常常说各位需要分散投资 但是我这样说 我这样讲 我觉得伪创在这边 也是另一个好的买点 从上元到下元 对不对 从上元到下元的时候 往往都是契机 好 这一次又再来一次 上元到下元 那我刚才讲多头市场 有题材的主流股 对我都觉得接下来很有机会 而且何况还有一档 这一档来违影 我在5月9号的时候说 我认为接下来它要突破 对突破出去 这边不灵了 我认为以我专业 接下来突破新高 那接下来会谷王争霸 很有可能会是下一任的谷王 那我们来看一下威影 来威影今天也突破出去 请你看 傅小师预告的事情 一档一档 刚才你看到图示在这边 上去整理月线再上去 对不对 我说过谷王争霸 历大的谷王往往都会 母以子贵的题材 对你看到对现在伪创 对现在似乎还没有对真的起来 但是我觉得我很多话 都喜欢讲在前面 对每个人都跟你表演掌停板 但傅小师不一样 其实伪创我认为接下来 它还是有机会 但是你要怎么做操作 那我欢迎各位你要跟上脚步 对你看到广搭 对你看到鸿海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短波段 做一个来回的价差做操作 对不对 价差做操作 我不知道像广达 不然在这一波段下 价下来的时候 也很多人下钥匙 但是我这样子 你看这个跌下来 这边跌的差不多快两成多 很多的小股票跌两成 可能那时候都已经没量了 所以你不敢买 但是像这种股票 为什么我说核心持股 我们操作会比较久 因为它是好股票 不小心不排斥做中小型股 其实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也很会做这些股票 但是带会员做 有时候资金比较大 你要进来 你也要好买好慢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轴都是如此 接下来 各位接下来我已经预告了 鸿海我们即将做获利了结 那我希望各位跟上脚步 那接下来很多比较在低档 就有机会 对距离高点还很远 是不是距离高点还很远 各位如果你看 如果给我再讲对 第一个我还没有输 各位伟创你看到鸿海我们是大胜 广达现在今天也创新高 那接下来伟创 伟创各位如果再给他再创新高 再拉回去的话 各位如果他能创新高 那你知道将近有五成 会不会再成为 各位傅伟创是下一档代表作 对欢迎拭目以大 当然我们在这时候操作 我知道有时候这些股票 有些时候会比较闷 对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别的股票 短进短出快速的 然后获利的资金 你可以再补到这种核心持股 因为核心持股这容量比较大 我们有分是 我们有各个的股票 有分它的目的 对比较核心的 包括你说像鸿海 比较像广达 那接下来伟创也是 那其他的股票 我们怎么做操作 待会下一阶段 我再跟各位说 我们先进段搞搞休息一下 带您买在起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陈东同步杨老师 顶持成功三药益 简易纪律高效率 独创短铺段获利法 带您买在起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突破23000点 再创地址新纲 当然很多人手上股票今天没有涨 那也正常 因为今天下跌的比上涨得多 但是我这样说 没有不会涨的股票 只有不会涨的方法 各位重点是你接下来 你要找对方法 很多人都只会去追标股 对想说到底有什么标股 好去追的 听名牌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要方法 对不对 你方法对啦 你看三档股票 红海广达伟创 一档从四月到现在 你看到伟创 对不对 富小师表现比较不好 但是我说你掌握好方法 我们标得好好咬 那你看到就是大赚一波段 对 红海广达都是 那伟创我觉得接下来还有机会 那你看看接下来会不会三档全部全壘打 好 重点在于我们很多的 就是这种比较核心持股做得比较久 有些比较短的 对好像 来我们现在立基 立基 各位昨天我也讲 我们在这边做布局 拉回来压回来之后再来挑战新高 今天长黑 但是我并不会很害怕 我们立基还没卖 对我觉得接下来还有机会 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短波段做操作 在过年前这边黑棒的时候 各位2月5号 2月5号黑棒的时候我们这边做买进 后来弹升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先做一趟卖出的动作 这我昨天 对我有把coaching给各位看 你可以自己去看我昨天的节目 这一段做完之后 没卖到最高点 后来跌下来之后 我们在这边再接回来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呢 鸿海接下来我们也可能会要这样做 好像不是追求卖在最高点 各位 我不是追求卖在最高点的老师 但是相对高点 一个波段 当然这次鸿海已经很惊人了 将近翻倍 重点是下一档 还有接下来局势你怎么看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说密切 对你一定要先跟上我的脚步 第一个至少家族你要先加进去 因为我每天对盘社的看法 我希望你有更多的一个收获 对你看傅小师 从4月到现在跟你的分析 我说主生断兵会结束 不然你看整个涨了 对真的是复制去年的 五六七三个月大行情 跟你讲说最重要三档股票 对鸿海台积电联发科 到现在就会有人反问你 你手上有吗 对 当然我知道台积电联发科 我没有一直在讲 因为他们股票真的比较贵 对台积电现在快1000 联发科之前就是破千的股票 今天是1400 那这些股票我知道很多人 手上比较没那么多钱 所以你看我们操作是比较着重在 对大家比较有资金 可以去布局的目标地 那接下来 各位接下来我真的说 我觉得接下来还是很有机会 只是接下来我说 你这边有些涨多的股票 像鸿海 我觉得我们要找卖点 但是我们这些资金抽出来 你要做什么 在布局 很多的人各位 只会看到说涨那么多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很多的股票 它其实距离它的高点还很远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像智元 智元各位 你看现在台股创新高23000 智元还那么远 艾普各位 距离这么远 这些是不是还在底部开始 要做翻扬呢 我教你的方法 结果你看得出来 还有开始做转变吗 对不对 你看这整个 之前都没有突破布林 现在一档一档 有开始这种迹象 所以我们你要做股市的赢家 你要什么 我觉得你就要正面思考 很多人跟你讲 涨了6000点 没有股票可以买的啦 每一档股票都飙翻天 真的吗 很多的股票还在低档附近 对 还要最 如果能够挑战它的一个新高 你知道涨幅都是很惊人的 接下来我们做点是锁定 这些标的重新再做布局 涨多股票 我们可以先做获利了结 但是资金 我建议各位千万 不要做一个离场的动作 有时候你一离场 对 你的 你看从4月 很多那时候也是选择离场 到现在但是被嘎空手 被嘎空手之后 心态就会偏空 尤其很多人这波 AI整个大行情没做到 现在就变AI酸 AI涨上来就跟你讲AI的不好 对跟你讲说其实灰达已经 对 已经整个不行了 可是记得回答昨天 正式成为对 我们市值最高的一个企业 打败苹果 打败微软 所以接下来整个AI 我觉得还是最大的主流 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现在大涨6000点 你不必再羡慕别人 对 你也看到很多 包括像鸿海涨快一倍 重点是你今天开始行动 下一档标股就换你拥有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